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绿卡申请中一个再三强调 但是仍未彻底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于中国申请人来说 曾经是党员或者团员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这个我们在过去的文章视频里面 从不同角度有相应的说明 但是根据我们最近的了解 客户的反馈 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 主要应该说是一些客户 还是没有提起足够重视 或者说准备的方向不够合适 另一方面也受到外部的大环境的影响 先说后面这一点 这你每一天如果你看新闻 看网络内容 对吧 你包括不一定要看英文 你就看简体中文 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关于中美对立 冲突或者竞争 这方面的内容 这个太平洋两岸这样的对立更多 这个大的趋势呢 不是我们能够改变能够解决的 对吧 那我们在这里呢 主要讲到的是 个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如果你想要办美国绿卡 那么怎样来应对 怎样来相应的准备 那我们看到的情况呢 比如说有一些申请人 包括在中国办理移民签证 以及在美国办理爱485的 签证面谈或者485面谈以后 被要求补充材料 甚至造成申请被拒 这个都是他此前没有想到的 有的说 这个美国讲民主自由吗 我是党员又怎么了 为什么我申请都会被拒 那你这个不能自说自话 那你既然要办理绿卡 那你需要了解到 美国移民局和这个国务院 签证官他们的思维方式 他们的考虑问题的这个想法 对吧 有一些人呢 因为要么是不够重视 要么是准备的方向不对 或者是因为有一些 其他的思维定势 那么造成了问题 那我们举一些例子 比如有的人呢 想法是说 我到美国已经超过五年了 自然就不会有问题 就强调这一点 但是这个呢 事实证明往往是不够的 因为呢 我们看到不止一处 美国移民局提到 说出国五年以上 停止交党费五年以上 这个只是必要条件 不是充分条件 移民局讲到 我们研究了党章 看到上面提到 这个人不是党员了 还要党组织开会 通过澳京上级组织批准 那你有没有这样的书面证据 表明你已经被党组织出名了 绝大多数人拿不出这样的书面证据 那么相应的呢 他在申请中过于依赖 强调就说 我已经不交党费多久了 仅仅这一点呢 是不够的 那么当然另一个极端 也不可取 有的人说 哎呀 我停止交党费还不到五年 只有三年 一年 或者我还在中国 还在继续交党费 我这样是不是就没法办绿卡了 是不是绿卡申请 移民签证申请就一定会被拒 也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律所呢 也有很多客户 根据自己的情况提供了statement 来解释 就没有遇到问题 所以呢 我们有专门的文章 讲到这方面的情况 说出国是否超过五年 停止交党费是否超过五年 这个既非充分条件 也非必要条件 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那么应当怎样来应对呢 有的人呢 当然有直系亲属 是美国公民 或者有绿卡 可以办R601 但是R601呢 这个豁免 一般来说呢 是一个相当于insurance 保险 大多数情况下呢 如果你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说明 可以不用办R601豁免 什么人需要办R601豁免呢 有的时候他已经把事情搞坏了 经过申请 或者interview 或者RFE 然后呢 他已经遇到一些问题 那么如果他符合条件的话 可以考虑办R601 那从另一方面 如果一开始呢 就认真准备 提供了合理的说明 解释了自己的情况 正常情况下呢 可以不用R601 也不用四八五面谈 就可以取得批准 我们有很多客户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以前的文章和视频 也谈到了一些常见的误区 那么我们讲这些呢 是解释实际存在的问题 举个例子 比喻来说 是吧 我们看天气预报 讲到说天气预报说明天会下雨 对吧 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盼望下雨 和个人的这个立场观点没有关系 对吧 那只是一个对事实的评述 对吧 那么坦率的说 我们看到呢 因为中美关系 国际局势等等方面的问题 更多的申请人 因为准备的不够充分 或者呢 一些问题 所以呢 反而造成申请遇到麻烦 费了很大力量解释 那这个呢 有可能反而对自己的申请不利 还有一些人呢 这个总之吧 讲到的是一些 比如说 我很喜欢美国 很想待在美国 对吧 那这个不是移民局接受的理由 对吧 你应该从理性 从逻辑的角度来解释 另外还有一点呢 我们想讲到 就是说 细菌有抗药性一样 那有的东西呢 如果说 你用的太多了呢 那就不灵了 对吧 那比如说 别人像这样 你也照抄过来 对吧 别人说 黄老师找我谈话 你也照抄过来说 黄老师找我谈话 那这个不太合适 对不对 那你这个 要有自己的东西 对吧 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Customize 相应来准备 而且呢 这有的东西 你比如说 同一套 这个内容呢 反复使用 那么大概也就 不那么零了 移民局也会 指出 会质疑 所以呢 你需要有一个 清晰 简洁 明确 有说服力的 这样的解释 话说回来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那么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 知识分子的专业人士 对吧 那你又不是高级领导干部 要是高级领导干部 那大概也不会办理卡 这方面呢 实际上呢 是可以通过正常的方式 得到解决的 这个不需要说 有歪门邪道啊 或者说 各种冒险的方式 那我们其他的文章和视频呢 也讲解了一些 这些方面的情况 总体来说呢 不管你是刚开始申请 还是收到RFE 还是需要面谈 还是觉得要更改结果 还是想起过去 有一些事情 觉得不太放心 还是要在中国办移民签证 或者甚至申请已经被拒 这样呢 都是有办法的 可以解决的 那需要冷静思考 认真分析 如果需要呢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提供相应的咨询 讨论 解答问题 提供建议 或者帮助申请人 准备材料 不管是一开始申请 还是回复移民局的 RFE NOID 或者Motion to Reopen 或者重新提交申请 总体来说呢 这个问题呢 对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的申请人 恐怕仍然会长期存在 而且呢 在不同的时间 会有不同的变化 现在川普下台了 但是呢 拜登政府 那你从前一段 比如不管是佩洛西的访问啊 还是其他的事情 总能看到呢 那各种对立 仍然是存在的 对吧 所以有的人呢 一直到申请遇到了 不利的后果 才大吃一惊 觉得说怎么会这样 这个 那你每天看新闻 应该就有一个预计 对吧 但从另一方面呢 每年还是有很多万中国人 取得美国绿卡 有更多的人拿到签证 并没有遇到问题 所以是在人为 那么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呢 需要认真准备 有更多的疑问 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